初逢 第一个 初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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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MCCP 这是第一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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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逢第一 CNMCCP 这是第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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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晓宝第三 王先生第四 EESD5 厉害 2016 第七 英国战友第八 乒乓第九 乒乓第九 Mr.Kinz 第十 第十 R.B.Chin 第十一 小百合 第十二 小百合 乒乓乓 乒乓乓乓 乓乓乓乓 这是 马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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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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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文桃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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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友啊 一 战友啊 哎呀 这是 Mr.Kinz 好好好好 CYUN CYUN S-S-S-I-Y-O-U Wendy 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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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迪登吗 不是吧 不是啊 战友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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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小宝 胡小宝 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是 4 月 29 号 战友 七哥好呀 来说 尊敬的战友们好 今天 4 月 29 号 文桂报平安直播 文桂报平安直播 哎呀 战友们 这个 昨天啊 这个 昨天是 真是 昨天是这个花粉敏感啊 超严重 说起来有点贱 有点贱 小皮匠 王先生 说起来有点贱 主要是 这我这人吧 性情中人 讲义 不太信医生的 文铁桥 文铁桥 很好 这文雷 文雷 文雷 文普 这是 好好好好 这个 事实啥原因呢 大家知道 我主要敏感是雪茄 抽那个雪茄的那个 它那个木头味儿 结果是 结果是 大家看到了 前天 昨天跟路德先生在那儿抽雪茄 这雪茄一抽完毁料 这一生 我的保健团队 非常不高兴 虽然一年拿你一百多万美元 一百五十万美元 但是你这么折腾他不愿意 非常不高兴 觉得不尊重他 而且拿着视频让我看 你跟你这个战友们这么抽雪茄 所有的这个给你的建议都不听 特别不高兴 所以导致昨天 这花粉过敏严重 非常严重啊 哟 你看 盗国贼啊 我这 我这垃圾桶都是银的 我这都是银的啊 这个 河南包工头 河南包工头 有人把我列入河南 我很荣幸啊 我老给我的员工开会 当年在玉达啊 玉达那个楼 当时作为河南 当时侮辱河南最多的 这个最高峰的时候 也就是一九九一到九五年的时候 我们那本书 河南招谁惹谁了 出了那本书 封底就是用的我们玉达国贸 玉达国贸那时候没建起来呢 还没封顶呢 所以说 这个 当时在河南 我开员工大会 我说如果说 没有上过学的人 不懂知识的人 不了解这个河南文化 不了解黄河流域 不了解什么叫中原 什么叫中国 没河南 没山东 没山西 陕西就没有中国 哪个王八蛋要骂河南人呢 就是骂他祖宗麻辈呢 而且有人竟然是拿着河南人开玩笑 当年我说过 就是财政部的副部长王宝二这个人 我特别佩服这人 也被抓了啊 后来抓的是统计部部长 这哥们确实有钱 他一年三万亿 三万亿人民币 经过他手批 批给什么修路修桥的 我说过 那么当时他比较牛 他就在那桌子上 我说了咱们中央那位女领导 拿着河南人开玩笑 他当时就不愿意了 他说领导 你怎么这么讲话啊 拿着河南人开玩笑 你知道河南的历史吗 你上过学吗 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妇女的首长 你怎么能这么讲话 好好了解基本的常识 河南 山东 山西 陕西 这些地方 在历史上的作用 包括四川 这些地方 竟然有人拿着这话来骂 这个时候了 这在美国叫什么 这叫种族歧视 在美国的 在国外的河南人 看到这孙子发这个推文的时候 你说这个人low到什么程度 这在美国 在西方是最最忌讳的词 这孙子就找死了 竟然这个时候骂河南人 说河南包空头 没河南包空头哪有你压听的呀 对不对呀 哪有你这孙子啊 你是哪蹦出来的呀 你都是那河南人尿 随便尿出来的 不是随便尿出来的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不要脸的东西 竟然我特别容易被列为河南人 如果我是河南人 我特别容易 我祖宗一定是河南人 一定是中原人 你这个小杂种在这边胡说八道 这种烂人 就是共产党派出这些东西 所以中南坑这帮畜生狂傲自杀 蛮横无礼 蹬不蹬就讲历史讲文化 你看看中国最近共产党玩了几招 宣传一带一路 把美国当成无知愚蠢傲慢 把欧洲变成了狗言残喘 把日本宣传成变态民族 把俄罗斯变成已经彻底没落 把整个东欧变成几个民族 这个斗争的结果 什么叫团结 他们问你 到了美国 到了东欧才知道中国人最团结 到了美国 到了非洲 在日本人说中国的马马虎虎 中国人不马马虎虎 日本是变态 就整个这个宣传这个策略上 某些程度上是不是对的 是对的 某些东西上你是彻底利用了小的对的 在影响绝对的对的把它有变态了 这就是共产党 听上去很有道理 事实上完全是 这个是黑嘴黑蛇 弄得你白口难辨 这就是共产党 我上电视台 我让你亮相 我有道理 我跟你讲 讲法律 我有道理 这是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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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黑哥又来了 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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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是马车干净 哎 啊 又 调整另外一个频道 所以说现在共产党总是拿着那是是而非的表面现象来否定人类 然后来证实CCP是伟大了 CCP是高智慧高智商的 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 你共产党就是个骗子就是流氓 就是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 现在动不动就拿着14亿中国人民 创造了GDP创造了财富来渲绕来对抗全世界 你有本事一带一路这次你别软呢 对不对呀 跟美国人玩游戏 所有的共产党内部人 CCP内部就是寄希望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 美国国内的内乱 内部斗争 导致中美贸易 然后的拖延谈判 然后再给你拖下去 导致你内部斗争 然后你过去是反对美国内部的政治 利用中国话题 那么现在是他们反过来了 要想尽办法把中国话题变成美国政治的利用 然后再利用美国内部政治 这玩儿挺高的 那么就寄希望下半年获得奇迹 这就是拖延为什么90天 为什么再搞 但是 现在共产党一说 美国人现在没有过去那么自信了 没有过去那么幽默了 没有过去那么好玩了 啥意思 就是美国人现在不傻了呗 你过去傻呗 偷了你 强奸了你 你还在那笑 这就是这样 事实也是这样 现在不对 你这不对呀 对吧 所以说当前危机委员会成立了 他们现在觉得你不好玩了 你不傻了 那么共产党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他杀你的时候 你说哎呀我感谢你啊 强奸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他就这逻辑 当你严肃的时候说我不行我疼 我难受你不会该这样 他就说你不好玩了吧 不幽默了吧 还玩这个呢 这就是流氓 这就是流氓 把日本变成变态民族 然后说成啥 习主席要访问日本 因为什么 G20要参加 基本上答应日本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工作访问 你看看你看看 这就是王岐山孟建柱 这就是王岐山孟建柱 跟那个孙子叫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说河南 说我这河南包团的古卓横 这个孙子 这个烂人 你说那个特意啊 古卓横 你别他装神弄鬼了 就你这小烂仔 你买那个报纸在香港那么多年 我压根的眼就都没写过 插屁股都不插 老把门缝塞 塞完以后 我们都扔马去垃圾桶去 你还搞什么承报 你说你在那共产党那里边混啥 你到了海外了 你有机会你还能知道 在国内 你连郭文贵的名人都不知道 你这算个蛋呢你呀 你还竟然把我列成河南帮 还竟然把一亿河南人都给骂了 所以在海外的河南朋友们 河南老小们 只要你们谁起诉古卓横 钱我拿 这就是在美国重大的犯罪 种族歧视 还有一个 谁要帮助把古卓横给送回中国去 所有费用我拿 我在这视频说的 所有费用我拿 把这孙子给他送回去 这个烂人咱没照的 没惹到天亮吹天亮 抱习的料 你抱你姥姥的料 你抱料 你抱谁料呢你呀 你把我们这战友当傻瓜呀你呀 你抱的叫料吗 你吃的叫飼料 你抱的什么料呢 你就吃飼料长大的 你不吃飼料长大的 你就不敢把一亿河南人都变成骗子 什么自古这个河南出骗子 王岐山是河南人吗 孟建柱是河南人吗 孙立军是河南人吗 江志成河南人吗 现在整你的是河南人吗 你谁不敢欺负你敢欺负河南人啊 你把河南一亿人给骂成狗血喷头 你祖宗哪来的你知道吗 你石头锋蹦出来的呀 顾卓恒你这压惊的 装了什么装啊你呀 你那天天在那儿尿着裤子 吓死你了 就你那个德性样 就你那小样顾卓恒 你敢谈郭文贵 你八本上是冒了绿烟了你家 八本上冒了绿烟了你才敢 你说老几啊你啊 你说你呆在路上机里边 那个小毛巢屋里边 装着人弄鬼的 骗了点钱 多少人给骗了 共产党捏造我那么多罪 你看他敢说给我一个 骗我一个个人吗 你骗的都是穷人 都是可怜的老百姓 还有很多我相信河南人 为什么这些被骗的人 你们就不采取措施 这在美国他什么屁也屁不了他 没有什么可以屁股他的 他必须回中国 只要有甭说是一个亿 也甭说是一千万 一百万你骗了人 你美国也把你送回去 我再次在这儿呼吁啊 如果国内被他骗的人 你们拿出证据来 我告诉你 我的律师是全美国移民局最棒的 我马上我就开始启动这程序 还有古作坑在洛杉矶 只要这孙子有什么犯马的 设计的啊 你们马上告诉我 再一个 凡是河南老乡 要弃署他的 匪用窝储 去告他去 他敢在美国 在这个媒体上 公开辱骂河南人 这叫种族歧视 这叫侵犯人权 这在美国是很严肃的话题 你就美国总统他也不敢说这话 他敢说这话 他立马下台 那比核武器厉害 咱们中国人就太老实 太老实 就这么骂了河南人就没敢站出来的 河南人就没敢说话的 还有咱们的河南老乡 跑了他推到下面 骂他去哪那么简单呢 他敢侮辱河南人 致苦骗子出河南 在美国这个国家说 河南出包工头 我真想我当过包工头啊 我对包工头最友好了 所以说这种烂人 早就被战友识破了 一出来我要报喜片平的料 然后呼应很多什么人 博训 你看那博训 那孙子矮 那韦石 你看看啊 点点什么是网站 又说什么 杨幻君 现在走道都不稳了 你韦石看见了 你韦石看见杨幻君了 在监狱关着走道都不稳了 所以说 这韦石是干啥的 还有这个熊献民 这就是跟古正一样的孙子 都是做媒体的 干嘛 就是用媒体威胁别人 就叫现代媒体黑社会 就玩这个 然后你看博训 点击率极高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老乡同胞们 别上他们当 点击率极高 哎常委谁谁要死了 然后江泽民要死了 在医院的 说了十几年二十年 哎毛毛常委家怎么样 然后谁谁谁要被暗杀了 就用这种标题的 黑了这么多中国人 黑了一二十年 吕黑吕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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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哎 现在又出一股猪行 在香港搞承报 谁不知道你的承报 是专门给香港的 香港的一帮人擦屁股的纸 叫免费擦屁股纸 我忘了粤语咋说的了 你玩几天承报啊 在香港的玩媒体的是 这是刘长乐王岐言 那这是我啥朋友 那跟我见我啥样 你说你鼓桌横 你轮得着吗你 你连舔屁股都轮不着你 你还跑到这 我搞媒体呢 你搞几天媒体啊你啊 你是倒霉的媒体你 还竟然公开骂河南人 这孙哉活的不耐马来 给脸不要脸啊 纯粹的给脸不要脸 你说我这马桶都能把你的 现在那块钱给你买了 欠你屁股债 你干啥呢你啊 装什么孙子装啊 你忽悠那些天 我跟你说实话 路德先生当时我打这话 说什么古作话 我说你离他远点 这孙子肯定不是好人 现在路德先生知道 你是不是好人了 你撒那谎骗那人 不包括袁建彬 虽然我在告他 他是个烂人流氓 但是你那种说话 我一看你就是假的 就是骗的 包括当时说了和平 说明镜的 一看你瞎掰在那儿 严格讲 你别看人和平 就你古着恒 你给和平 啥屁股都轮不着你 轮不着你 你给陈小平 啥屁股都轮不着你 你拿你当个私了 哎呦带个小礼帽 还推个手机照相 我最恨的 我从小到我见一个揍一个 就是那个从小到不管谁 什么香港黑社会 在我家里压根没见过黑社会 我就看那种做什么 戴个礼帽啊 戴个墨镜啊 然后围个围巾 还是倒围着 然后装那种什么 假祖罗那种 我一巴掌就把你上地上趴那去 装什么装啊 你有啥装的呀 就你那样一脚踹飞你了 就是全身上下 没有绑极之力 你吹什么吹 装什么装啊 想当年香港的黑社会大佬 你知道我有几万个兄弟 你放狗臭屁 香港没有黑社会 黑社会不怕死 你怕我怕死 吹什么吹啊在那儿 还有谷装横 还拍个照片 那个里面有很恶心的 我 立马我给你屏蔽掉 装着啥不就想骗点钱吗 你能骗多少钱呢 你能骗多少钱 就你那小样子啊 这些烂人吧 有些国内的老领导过说 文贵别骂人啊 别影响形象 老领导我跟你说实在的 还包括老领导说 文贵 未来你还要领导这个国家呢 你是什么领袖 我一听的话我就烦啊 就是一帮的欺民贼 想当人民的领袖 装神弄鬼 就像路德先生说的 视频前一个样 视频下另外一个样 压根我不想当什么领导 我也不当什么烂领导 那是侮辱我 我就当我自己公贵 我也不指望任何人的支持 和帮助能实现我信仰和理想 我也不在乎赚钱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就是真实的郭文贵 就是真善狠 所以老领导我骂人 我当然骂他了 对不对啊 当然嘛 还没到时候呢 我骂些人 我要骂些人的时候 那也能骂出郭文贵水平出来 那也能骂出郭文贵水平出来 那天有两个 美国的两个基金分子 基金分子 跟我说 郭文贵 这个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对共产党怎么怎么样 我祖宗发生把他凑绝一顿 我觉得最难听 到时那几个美国朋友说 哎没见你这样 我说因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人 就得用不是人的办法对待他 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这么多年来 一说领导来了 领导先走 地震了领导先走 然后领导可以杀你 你不能骂他 领导可以把你所有钱抢走 你不能说领导坏话 抢你钱的时候讲法律 你骂他的时候 他跟你讲道德 这叫什么凌亡逻辑啊 就像我给美国建设 对待共产党 这几个流氓坏蛋 刀过贼 直接开枪 没啥说的 我可光是骂你了 骂你算什么呀 那是轻的 你觉得谷顿恒这孙仔 骂的祖宗麻烦都不拉倒 对不对 你像呢 这个所有的那些 原来骂我的人 我绝对把他告破产的 叫他一辈子在这边 叫他知道 你要付出代价 你有钱 你有正义 你有真相 你有理 你就是爷 你要是装 你是假的 你是坏蛋 你啥都不是 就这么简单 我不会对待什么盗国贼 还有这帮欺民贼 还有什么谷卓恒 什么李洪宽 夏夜良 韦石 熊贱民 陈军 郭宝胜 还唐百桥 这帮孙子我给他们留脸 我给他们讲人道 不可能 他们就不是人 他们就是畜生 我怎么跟他讲人道 别劝说我这个 老领导啊 你劝说这词 听上去很文雅 听上去很高尚 就是你太文雅高尚了 才成为共产党的包凶 才成了共产党 弃掉的垃圾 利用掉了你的一生 而且你还必须找理由 来安慰你自己 被利用 被抛弃 那是好像是对的 郭文贵不当这种人 我只 我只相信真的 我只相信合理 我相信上天 我就 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 这帮孙子骂人 骗老百姓的钱 偷老百姓的钱 是对的 那是不行的 你想海外这些欺民贼 哪有一个你想想 那个叫张健的 死了十天找不着呢 他跑到郭宝胜去到欧洲 偷偷见一面 回来死了 尸子也找不着呢 他就不要脸 他出来要捐款 搞六四什么捐款 跟那个吴建民是一个德性的 那个烂人的公家省那个 搞一个六四的什么 拿个铁片 那个不就钢 还花五十万一百万美元 你要花五十万美元 我给你五千万美元 这帮孙子太能骗了 所以说郭宝胜 要给人家捐公捐 做雕像 哪有这不要脸呢 这种人还不骂他 这种人说不值得骂 别装高雅 共产党就是整的中国老百姓 弄的穷人嘛 饭都吃不起 还装高尚 整的嘛 家人都被抓了 还在那装的有道德 还讲法律 一坐那砍三四个小时 跟人家讲法讲理 人家大巴上一呼就撂倒了 你卖个青菜 人家一脚给你踹翻了 共产党的逻辑 直接把你拿下 你在那讲啥呀 就这种愚昧 无知 故作高尚 自我安慰 给自己的懦弱 找出各种高雅的理由 给自己的懦弱 自己没本事 无还手之雄器 也没有还击敌人之能力 然后就有嘴 找出各种理由 把自己弄得可高尚 这是这是懦弱呀 对吧 这台欺民贼 一个都不会放过他们 用美国的西方的法律 必须惩罚他们 一个个这个要和解 那个要和解 那个不要脸的邱县民 我也不惹你们 我还怎么样 尾石头就开大货车了 我儿子就上教学了 郭先生不要当网红嘛 你这个烂人 你不很牛嘛 你不是永不妥协嘛 你姥姥来的 你不妥协啥呀 你看你那不得性你呀 癩蛤蟆都比你长得好看 都比你像样 你还在那装呢你呀 你八倍的冒着绿烟了 你这回你认识郭文贵了你 所以说对待这些欺民贼绝不放过 对待盗国贼绝不放过 绝不放过 这不是开玩笑的 对待他们 没有什么这道那道的 哪什么道啊 只有一条道把它灭了道 对不对啊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这个香港 你看看香港的这些 跟我联络的朋友们 我当时告诉他们 需要钱 你说我给你 第二 需要法律支持我支持 但是你们不要沉默 看看香港那十几万人 看看香港那十几万人 香港就那么容易没落了吗 你看撒那个谎 你看看香港的 所谓中共的媒体 瞪眼撒谎 你看看香港老百姓的呼声 天下有这道理吗 香港 香港招谁惹谁了 回归高兴 回到祖国的怀抱 然后呢 一国两制不算数 然后把同志万人给抓回去 给绑架 压根没抓 从来没抓 最后抓回来 再威胁 跟踪 把我的合伙人给抓了 到现在还都找不着 然后还说一国两制 然后让台湾也搞一国两制 天下 那何来此理啊 还不让香港人上街 上街耍流氓 站中都给你判刑 所以 我说香港的朋友 我说你们要再不动作 香港那就未来 就不是了 你连深圳都不配 深圳领导你 你是深圳的一个区 不叫香港特区 叫深圳市 第七区 第七区 也就是说 香港成为大陆的共产党 一个后花园 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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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屎排尿的地方 啥都不是 想怎么着怎么了 香港那些富豪跟亲共人士 还存在侥幸心里 你付出的代价是你整个的家族 整个的未来 你的钱是他的钱 你的命是他的命 想怎么着怎么着你 出卖老百姓 出卖香港老百姓 出卖整个中国老百姓的人 没有一个能得好下场 这是肯定的 今天游异批民啊 本来定在今天上午十点钟 去参加那个根儿家族的会 我昨天给取消了 你说这安排好的 然后呢下午呢 现在跟另外一个家族的会 继续开 你说这跟路德先生抽一根雪茄 耽误了多大的事儿啊 你说人家这这么大的家族 从世界飞来的会 我给取消了 结果在这直播呢 昨天都不行了 昨天他流鼻涕 因为外国人很介意 你上次他却流了鼻涕 在个感冒上更介意啊 虽然我这敏感的坑咔的 多不好啊 后来给人通知取消了 哎呀今天就有这直播直播啊 特别好啊特别爽 你说我这人就这个直播见命啊 一个大家直播这鼻涕也不流了 心情就好了啊 你说这叫什么银嘛 这叫什么银嘛 但是一停直播就跟着流鼻涕 我得了 我说这样子 我看一个咱一直直播 讲个七八个小时 我最近老有一个幻想啊 这个最近咱有几个大的会 我的安排是什么呢 从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这三个月呢少直播 不整大动静 然后把我另外的两个计划呢 推到七月份开始干啊 现在呢 要按以前我早就开始了啊 现在不我要收着 收着收着 我要配合共产党的这几个战略 就是他要出手的时候 我就让他大回去 我要在他出手的那一刻 我就让他 挂挂挂划扇的脸 挂挂挂扇的脸 然后割空再取钱 我特别享受这感觉 那么,但是呢,我就在这个之前,我想搞几次大的直播 直播上24个小时,直播24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 然后再一个白眼,要请多一些战友来,咱们直播直播 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说最近啊,咱们这个授权直播的战友啊 有些是挺好,有些估计得取消 有些战友这个挺郭不坚定 挺郭不坚定 也挺郭不坚定,你就不要直播,转播嘛,对不对啊 那你就不要,你就自己玩嘛,对吧 你能玩好,你自己玩,是不是 我们说实在话,战友们 这就我给路德先生说的 千万别在乎什么,谁挺咱,好像给咱多大脸似的 那说明咱就是骗子 咱只要自己坚定的反共 坚持爆料,谁都别在乎 立了谁不能活,话说过来了 有些人立了他,他活得更好 有些所谓的假请郭,拨眼球 搞支持率,搞假募捐那些 险恶的像袁白冰 袁白冰,袁白峰,袁红冰 这货干啥去了,他哪去当法院长 不知道,还有这个潘晴 还有什么向林,一会搞这车也搞那车的 我现在我佩服我自己啊 我就给向林说了一个,共产党找我 说约给几个亿,你能不能把东京车给停了 这个向林就磨造了,就磨造了,他没听明白我的解释 那是因为当时这个大连法院划走了我们几个 大概20亿的现金,我这又要开始敏感了 抱歉啊,画了几十个亿现金,说啊,郭文贵你要把这个东京和全世界的车油给停了 我就给你这个几千万美金,几个亿人民币给你划回去 他不给我钱,是我的钱,被他抢走了 说我现在给你划回去 你以为共产党呢?共产党那流氓狠着呢? 就像对非洲的一带一路一样,在你家修路 拿你的经营权,在你家收费,最后你还得国家担保 他不那么傻,他不那么傻 结果这向林就觉得我这个车啊,值几个亿啊,值几个亿 我要能卖几个亿行,你卖几千块钱的门要 然后就开始跟那个郭宝胜,杨洪彬啊 就搞了什么东京爆料大协会,荒唐啊 最后又搞上原白冰的车,哗哗哗的游 原白冰游完了,现在又搞什么,最近还搞一个烂载调啥 我都忘了,也在那游 他整个的生命就被这个梦想啊,全部给拿走了 所以他这完了,他以为真的能值几个亿呢 他忘了,所有的生命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全被这个幻想给拿走了 所以海外欺民贼啊,所谓的假民运呢,就是幻想大头证 把他一生给毁了,一生给毁了 那么现在你看,这又来了,有一帮人就幻想着这个能发大财呢 那么战友们你们别在乎,这是一帮骗子啊 有些人什么动不动,哎文贵啊,你把这个帕托拉盒子拿出来吧 哪那么容易啊,郭文贵拿全家生命几千个亿换了帕托拉盒了 你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你算老几啊,对不对啊 文贵能那么傻吗,能那么愚蠢吗 拿着帕托拉盒子不灭鸡拿他干啥呀 那不灭我的帕托拉盒子了吗,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人装神弄鬼,私下搞联系 穿成这一圈,穿成那一圈,这都是小人 你看我们真正的战友们,你看看现在录视频出来的 你看战友之声有多少 是不是,楚门,墙头记,我们的战友之声,记事翻译 视频加字幕,加英文字幕 多少个人呐,干了多少工作呀,默默无闻 跟路德先生,你生活中接触接触 你知道路德先生这人是真有那种坚定的信仰和信心呢 他一句假话都不会说这个路德,多么可爱个人啊 真的理工男,他很单纯那个人,非常单纯,很可爱 没有什么邪门外道的东西 你看看我们很多真正的一直以来 这个在爆料革命中的好战友们 放弃过吗?有想法吗?没有一分钱的利益跟我 路德先生跟我一毛钱没有 战友之声的Sara和所有这些兄弟姐妹一毛钱没有 卡利西跟我一毛钱没有 木兰,这个谁的木兰,一个跟我没有 日本的那些战友们,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凡人拿了钱了,跟我有利益的,装身弄鬼的,全都是骗的 全都是骗的,所以战友们这真的很实际 有些人想跟你玩利益的,跟你玩鞋的,真不可靠 真不可靠,别上当 再一个,咱别老寄希望你这帮孙子来帮我们 别寄希望你这个 咱过得好好的,咱干嘛寄希望他们呢? 咱好好的,干嘛寄希望他们?他能给我们什么呀? 一个个要饭的,口炮打,自我感觉良好 你都不能想象,就是那个熊贱民的生活中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真觉得这跟狗屎一样,狗屎一样就这种人 就真的狮子身上那个跳蚤 你说咱那咋当回事,有些战友,他发个什么推,你马上回复 你跟他生气,你都是侮辱自己 你让自己玩嘛,他天天开屋边,然后开上十个小时,八个小时 然后再砸砸锅,他自己把自己砸死里边了,你知道吗? 累死他了,然后他就告这个,告那个,他能好吗? 时间长了,他担心他儿子的事情 那你想想美国政府查了他,一定查他儿子身上去 对不对?那肯定会查他儿子身上去 大家懂的 他骗着那些女同志,给他访民给他按摩,是不是? 做假声屁 他这个美国政府能给他放过吗?不可能放过他的 所以你们别浪费时间,来反击熊宪民这种烂人的欺民贼上去 有空了,在厕所骂他一顿,没空拉倒 别因为他耽误自己的心情,影响自己的心情 还有一个,别寄希望你说,这个挺郭拉,你在乎,那个挺郭你不在乎 那天我记得特别有意思,那个假的那个那个 Laren King,Laren King的视频出来 有战友发信息说,我手发抖,气得我手发抖 在我们群里面,我特别感动啊 但是我想说是,你手发抖说明战友你境界不高 我当时一听说,我就信我了,哎呀呀,这好了 如果真的是Laren King,说热话了,那咱就赢大了 最起码他有五千万的保险吧 最起码这事儿,咱就打开帕多拉盒子,巴基就,咱就来了吧 就引上去了吧,我就等着这活呢,哎不是,不是也可以,也是收货 为啥呀,他造假的事儿现在在美国西方,大家没有意识到 Laren King这个假视频,在这个西方影响有多大 中东某二号国家,是一个跟美国最亲的,带科字那个 跟我基金也有合作 当年萨达姆共产国家的时候才发生了伊拉克战争 这哥们儿找我,哎呀,郭先生,我看到了这个 我说是吗?哎呀,我说Laren King说的特别好 我说那俄罗斯呢叫什么道挂钩说的特别好 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啊,想怎么着,是真的怎么着 想跟郭文贵怎么着,看错郭文贵了,郭文贵是骗子 犯罪了,我说我有犯你的罪吗,骗你了吗 哎呀,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说你无知,你可怜 回去再好好去看去,管了个几千亿美元的基金 你就这么无知啊你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我回去看去,过了一天给我发了长长的疫苗,我道歉 他说太可悲了,太可怜他们,共产党这么干 我说你们不是马上要去参加一带一路吗,这之前了啊 不是要参加一带一路会吗,去吧,看共产党怎么造假的 对不对,对咱是个多大的帮助,他造的假 就证明了他在这急速的往他的塔西托陷阱里冲 往塔西托陷阱里冲,多好的事啊,所以战友们 看到再坏的消息的时候,你们不要感到难受 为什么,一定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咱干坏事的时候 如果咱真是个骗子,咱真是个假反共的,咱早就该被灭了 就该被灭,人家一定说是真的,只要咱是真的 他说咱多坏的话,那都不是假的 这个时候,凡是谁说他真好话的时候,你要小心 人家是带着啥目的来的,带着什么心来的 就有一些人打着挺郭的名义,打着个猫子肠子一两年了,挺委屈的 我知道这些,这包孙子是干啥的,是披着羊披着狼 还是是个老狼,没有牙的狼,没有了骚味的狐狸 叫不起来的猎狗,装啥装啊,咱就当你是羊嘛,对不对啊 你早晚天会露馅的,对吧,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咱们一定要用好每一个世界 只要坚信自己追求的喜马拉雅 没有任何坏事可以让我们感到痛苦 没有任何所谓的人让我们感到去祈求 达尔文里边有一个哲学,我绝对相信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强大,没有什么最强大 只有适者生存,你有钱的时候你能过日子 你没钱的时候能过好,你当老板的时候过老板日子过得好 你不当老板的时候你也能过得好 而只要你心中有这个适应能,适者还,适应环境的能力 你心中再有信仰,你永远是赢家 适者生存是我宠,是我宠上的,人生初始哲学是境界 有些都是胡扯的,胡扯的,骗人的,就是精神异淫 这是实实在来的,我们就是要宠上这种适者生存 咱们的爆料革命就是在适应各种环境下 各种恶劣环境下,各种挑战的环境下 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才是真正的爆料革命的本质 就像美国有些当下危机委员会,战友们 咱千万别指望人家当下危机委员会 那是人家美国的当下危机委员会 谁,严格讲包括我,谁进去都是打酱油的 装啥装啊?你骗啥人呢?我要说当下危机委员会 是因为我们起来的,那是胡说八道 如果说我们能控制当下危机委员会 那我就成了更胡说八道,就成共产党了 当下危机委员会要听我们的,那更不可能 我们只能是说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事上 发挥一定的效率 当下危机委员会,他们几个大佬老给我发信息 郭先生能不能多找些中国人来啊? 多找些中国人,不能没有中国人 我说我一个人不推荐 当下危机委员会,我一个不推荐 第二,会场我一个人不推荐 为什么?战友们,这是美国的民间的反共组织 这个他们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会有配合 但是在法律上,他就是民间组织 一个当下危机委员会,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 就是能解决问题,我们也不能依靠 就是因为过去几十年,所有的中国人民等待着海外欺民贼来解放他们 等待着美国人来灭了共产党 等待着这样那样的人来灭共产党 七十年过去了,共产党依然在那儿,还在这儿骗呢 对不对啊? 很多人现在,我最近看到国内这个宣传上 总是把共产党代表着国家 总是把共产党代表着人民 有些人说的国家强大,国家对不对? 对啊!十四亿人民,兔个兔嘛都能成一个胡 当然强大了,这是无容置疑的 我深信中华民都会强大的 但是,如果被共产党统治不但不强大 会进入灾难,甚至被灭掉 都是有可能的 万年不复的境界 不是万年不复的,万年都不能恢复的境界 这就为什么说,我们要灭的是 我们反的不是中,反的不是华 我们反的是绑架了中国,绑架了中国人的 在威胁上港澳台同胞,世界和平的 极少数共产党的人员 特别是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 还有江家,江振生,还有一些大佬们 就这些人 别搞错了,别搞错了 反过来说了,人家当下危机委员会 人家是代表美国利益的 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合作 就像我跟他们,我非常清楚的 他们这人跟我联系 我说你让我说,第一个你反中 那咱就没有合作了,你反华人 咱没得合作了 你反这个体制,我跟你合作 你反共产党,我跟你合作 再一个你比如说,我不能说 一个非常牛的大佬 我们要发动 禁止中国留学生到中国来 禁止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毕业以后在这会儿实习 我立马我就说,此人再不打交道 我说,对不起了 你所有说的话,都有种族歧视 你再说多了,我有权利告你 第三,本人再不见你 我说你去看看 美国波音飞机第一个中国工程师是谁 你看看麦哈顿 这个几十个大医院里边的 多少手术刀是来自中国人的 你再看一个,头两天我去看我这个鼻子的时候 说这个药发明,这个药发明 结果这几个药全是中国人发明的 对不对啊 你不能把中国孩子,中国留学生,中国学生 中国人当成打击对象 那我们这爆料革命不叫爆料革命了 我们叫自杀革命了那就是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绝对是不可以 所以说,不要寄希望仪 任何人能和我们真正的站在一起 去反对共产党 班农先生我花了很多金才把他搬过来 还有很多这些人 我一再跟他说 我只跟你仅限一合作 反共上,其他我跟你没关系 昨天,前天,大前天 全都有班农先生的重要会 我都没参加 包括今天,一会儿 就在两三个小时以后 巴西的十几个人 政府代表人员 来跟法治基金谈合作 这个那天他给路德先生说了,两年前 在具体细节我不说 我都不参加 法治基金是你的事 我说班农先生,你不愿意当法治基金主席 你可以不当 但是法治基金,几个原则您必须遵守 法治基金第一个 反共不反华 反共不反中 不但不反中不反华 和海外华人的正义形象和力量 所以战友们,我为啥今天直播跟你说这话 因为昨天晚上很多战友给我发了信息 一些看法 太多希望寄托于这个当委会 你把当委会看得太伟大了 没那么伟大 没那么伟大 真正伟大就是战友们 我们这次就是靠我们自己 推翻共产党 就像台湾和香港人 为什么被他气那么强 香港台湾人没有联合起来 不要说别的 香港要一百万人上街 待上十天 香港人又全赢了 就多难吗? 就这事做不到 你就是香港整个你所有的家族 所有香港都要被 被强奸被淋陷 台湾人二十万人上街 待上十天 你看看世界怎么关注你 没办法 你老指望你美国人去派平打 每个美国人说 你台湾不打 台湾不跟他拼 我肯定不管你 只要台湾人奋死抵抗 美国人一定上 而且我非常有信心的事情 台湾问题 在今年年底到明年一定 会成为美国最最关注的对象 最大的这个反共战略 我深信不疑 而且我认为灭掉共产党的第一个天赤良机 就是从台湾和香港开始发动革命 而不是北京天安的 一定是台湾和香港先开始上街 然后引起国际关注 或者共产党愚蠢的行动去收复台湾 封锁台湾 傲慢无知 我是现在世界老二 武器老二 经济老二 科技老二 老子玩了 那咱赢了 那咱真赢了 那就绝对赢了 那就共产党就彻底就叭唧就没了 他都不知道咋回事都没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的愚蠢无知 自嗨自我欺骗 那就是七十年的账一把就给他算了 不会超过一个月 不会超过一星期就嘎嘭了 中国将迎来伟大的时代 所以说亲爱的战友们 永远不要寄希望以任何人和任何组织 任何力量来帮我们 我希望大家永远记住 我的心是决定着我的胜利和我的未来 我的行动是走向我的成功 我的未来唯一的手段 千万别幻想 共产党就是让这些人有了幻想 才让我们有这么糟糕的国家 这么糟糕的现在这个社会环境 这就是文贵今天所说的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现在为14亿中国人和战友们祈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